今天牧师的题目是两种忧愁 忧愁就忧愁 还有几种忧愁啊 圣经有根据 不是牧师编造的 原来根据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请问哥林多后书是我们什么时候读的啊 七月 对了 毕竟你是小组长 感谢主 好 七月份牧师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 平常没有注意啊 那天赫然注意到有两种忧愁 那其实整本圣经就使徒保罗提出这两种忧愁 那我们一起来攻读读的话语 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的八到十一节 请拿一个麦克风 一起读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今却不懊悔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暂时的 好 请问哈 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是一个地名啊 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请问写了几封信啊 有记载的 圣经上有记载的有两封 那根据那个考古说可能有四封 那这边很清楚使徒保罗是说 我曾经写前书给你们 那为什么会叫他们忧愁呢 原来他信里面提到说 不可以淫乱啊 不可以那个 领圣山的时候 不可以混乱啊 还有恩赐啊 吃剂偶像之物啊 谈论很多的问题 还有信徒的告状啊 不要告在外人的面前等等 所以呢 当然就是我们就说 这封信很多的责备 指导了 那这种信比较沉重 所以说叫你们忧愁 但是呢 使徒保罗说什么 虽然前面的信 哥林多前书 之前这封信叫你们忧愁 但是这个忧愁是暂时的 为什么 我们往下看第九节 来 如今我欢喜 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其实呢 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你们悔改 记得悔改两个字是 悔转 然后改正你的行动作为 就是说你的所言所行是有行动配合的 如果你有懊悔 注意哦 有懊悔却没有改正行动作为 这个叫不叫悔改 所以呢 最后这句话就简称说 因为你们悔改了 所以呢 我就欢喜 如今我欢喜 因为你们悔改了 所以其实神家 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会犯错 懂不懂 牧师虽然在这边分享神的话 传讲神的话 我也是难免有软弱犯错的时候 但是我被人家提了 我就赶快转 赶快转 有时候有一些软弱 重复发生就求主帮助加力量了 好吧 软弱是难免的 但是一定要改 能改要改 那第十节 重点在第十节了 我要问问第十节 你们读出哪两种忧愁 第十节 我就拆开成前半句话跟后半句话 我们先来读中文好不好 一起来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 以致得救 注意啊 斜线后面是牧师补充的 所以呢 这边说你如果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英文怎么说 英文就是从希腊文翻过来的 比较接近原来的文字 你看英文就两个字 Godly sorrow 懂得吗 他这边讲出 有一种忧愁叫Godly sorrow 那中文是什么 怎么说呢 怎么描写呢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那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 属灵的忧愁嘛 可不可以 属天的忧愁都可以啊 那就更简单明白了嘛 好 当你有属天的忧愁会带出什么结果 就会生出 英文是produce repentance 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 懂不懂 在前面说到 没有后悔的懊悔 就是悔改 repentance 跟着说 repentance repentance Godly sorrow 是带来悔改 记得 圣经上的悔改是你悔 还要有行动力的配合 那结果呢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你会什么 leading to salvation 就说你会怎么样 得救 请问 这个信主多年的 请问这个得救 是不是指得救恩的意思啊 牧师不是在这边给你们补充了吗 这什么意思 被得胜的意思 就不失败了 懂不懂 虽然 那你说牧师这个翻译 翻译 我已经跟你说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不同的版本的圣经翻译 早期的这些民国初年的 我们的先辈是翻译出和和本 那现在又有新译本 现代中文译本 就是希望你这个圣经 翻译得更接近原来的希腊文 那如果你说牧师 我没有读希腊文 没关系啊 你就有不同的英文的版本去参考就好 懂不懂 所以这边的得救其实就是得胜的意思 不是说得救恩 懂吗 就是说你有一个软弱 你是神的儿女 但是呢 你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你就得胜了 好 那注意哦 我们先 刚刚我们 牧师等一下问 从七章 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 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忧愁叫做什么 Godly sorrow 好 跟着说Godly sorrow Godly sorrow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或是说属灵的忧愁 这是一方面啊 那另外一种的忧愁 在后半句 也是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后半句 好 讲中文 一起来 但是书的忧愁是叫人是 声音都在这边 这边没有声音 好 再一次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是 也许是高组长 高区牧 他有麦克风 所以你们声音大 但是除了他的声音之外 这边还有一堆人有声音 好不好 我们都要 牧师 已经一而在这儿三强调 学习的定律是 你又看 你懒得讲 但是呢 你又讲 又写 不得了 更多留在这里 好不好 都为自己的好处了 好 但是呢 这边使徒保罗又讲出 另外一种的忧愁是什么 世俗的忧愁 那这个英文就叫做什么 Wardly sorrow Wardly就是世界的忧愁 世俗嘛 懂不懂 世俗的忧愁是 brings death 叫人死 这个死 也可能是灵魂的死 也可能是肉身的死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有个 然后呢 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 说当你依着神 使徒保罗对于那个 什么 这个什么 世俗的忧愁 他没有多做解释 但是他对于神的忧愁 他有多做解释 说这个神的忧愁 怎么样分辨呢 它会产生七种的结果 在七章十一节 一起来 你们 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从此争出何等的 殷勤自恕 自恨 恐惧 想念 热心 折法 自责 好 所以呢 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主啊 为了这班弟兄姊妹 献上满满的感谢 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出行 在劳工节的长周末 疫情之后 大家都已经 好久好久没有出门 所以你不但要与 正跟美国 北美的主啊 所有的同胞居民 你带领他们出门远行 来去的平安 更是保守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出行的平安 也恩待我们这班人在这里 主啊 与你同在 谢谢我的主 透过你的使女 继续向我们施恩 向我们说话 感恩感谢祷告 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那 刚刚有些人找来的时候 看到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是 等一下我们会播放啊 那牧师稍微解释一下啦 那当然这个视频跟这个两种忧愁是有关系的嘛 话说呢 有一个叫范大林的长老 他在YouTube开一个频道叫 Oh my darling 谁来做客 那他这个 这是他视频的标题 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 抄下来回去 也调出来给家人看 那这个视频的标题叫做 不认主 被鬼附 心得全然一致 那话说呢 有一个人 有一个演艺人员叫艾成 这就是他的艺名啦 那他的本名叫做蔡艾成 他是马来西亚华裔歌手 出生在马来西亚沙劳越 沙劳越比较是偏 辈一点的地方东马 活跃于台湾 19岁去到台湾 结果呢 在2009年赢得超级偶像 第二季的总冠军 然后2010年首度在明世的 《新兵日记》中饰演 萧德基这个角色 深受好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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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出色的演员 常盛军 却在上个月的17号 最柔逝世 在台湾 台北的新北市 卢州捷运站的第三号出口 他住在那个捷运站的楼上 七楼 众生而下 所以他这边用的比较含蓄 坠落 其实就是跳楼自上 得年四死 这个不打紧哦 他是个基督徒哦 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哦 所以当牧师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我也很纳闷 怎么办啊 主啊 那人家还敢信你的耶稣啊 信信信 信到最后自杀 跳楼自杀 我就一直苦苦思索答案 总有一个解释嘛 我主总有一个解释 他就让我想回去7月20号 那一天的灵修QT 两种忧愁 那今天早晨 牧师也再次复习这个奖章的时候 主说玉华 今天的演讲 就今天的传讲 需要分成两次 我觉得我发现最近的传讲 主都要我 有上跟下 一跟二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要放这个视频呢 然后我们把它完整地看完 那第一堂的弟兄姊妹很可惜 都要赶去上班 时间到我也放他们走 愿意看的人继续看 那第二堂弟兄姊妹就无所谓了 好不好啊 你们继续看 把它看得完整 然后下个礼拜 牧师传讲的时候 我先 我上台的时候 我先问你们了 懂不懂 小秋主长 我假设 如果弟兄姊妹来问你说 小秋啊 为什么信耶稣信到最后 还自杀跳楼啊 懂不懂 你怎么解释 从这个 从神透 2000年前感动使徒保罗写下两种忧传 从那边可以找到答案 所以下礼拜第二堂我会抽样问你们 你们从这个视频里面找到什么答案 好不好 那这个就是艺人艾成金船坠楼 这是结婚两年的妻子 王童 也是有名的艺人 哇 他的前途 心徒如日中天的时候 跳楼身亡 腾堂在 8月17号 上个月照真师殿左右 腾堂在卢州捷运站 第三号出口 当场死亡 我觉得亚洲大厦 上个月是有人跳楼 但是就整个封锁线拉起来 白布拉起来 但是台湾就是用一个帐篷 露营的帐篷把它盖住 然后把它尸体移除 那我们现在就用 这个影片有个长度 所以呢 你们就没有赶着上班的压力 我建议你们都要看完 好不好 然后下礼拜 我们再来一起探讨 神的话怎么解读这个case 因为都有可能人家问上门 找上门来问你 你要怎么解释 好 我们现在请媒体组帮忙播放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今天很高兴 各位来欣赏 范大林会客室 在这个节目开始以前 我先向各位报告一件事 从我开始主持这个节目 我就有一个心愿 我向我所信的耶稣 祈祷 求耶稣赐福 每一位观看这个节目的朋友 我已经相信他近六十年 我认识 我知道耶稣是福气的源头 而我也知道我的祷告 一定蒙他的垂听 所以我就为每一位 观赏这个节目的朋友祷告 求上帝赐福你们的健康 你们的婚姻 你们的事业 你们的家庭 你们的一切 所以各位只要你看这个节目 如果你长期看 你一定会经验 我的祷告 应验在你的婚姻中 在你的事业里面 在你的健康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人事 人际关系里面 今天晚上请到一位 我们组内的艺人 艾成弟兄 欢迎你 范长老你好 九眼大饼了 今天恶名昭彰 请问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 虽然很多人认得你 还是有一部分不是那么认得 我叫艾成 我全名叫蔡艾成 我来台湾二十年了 我是马来西亚的华侨 然后来台湾就是为了当歌手 然后当中我参加了台湾的选秀 小九相拿过冠军 然后我也拍了台湾的一个军教片 叫新明日记 然后让大家认识我的 然后我在台湾二十年当中 有一个很跟神很刻骨迷信的故事 可以等等跟大家一起分享 听说你是第三代的基徒 是吗 对我是第三代基徒 所以从祖父辈就到教会 从阿公 然后爸爸 然后我 从小去教会 但是神对我来讲就是阿拉丁神灯 OK 我一直都吃 保持距离以色安全 快死了我再找他 OK 不然平常我喜乐的时候 绝对不会找他 有问题才找他 有问题才找他 先强调一点 上帝没有孙子 上帝没有孙子 上帝只有儿子 上帝只有儿女 不管我们是谁 我们都是他的孩子而已 对 所以信仰不会遗传 对 信仰不会遗传 遗传不了 爸爸是基督徒 儿子不一定是基督徒 我是长老 我儿子不一定是长老 啊 信仰是需要自己去跟神 上帝 透过耶稣去接触的 是的 所以虽然你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对 但是对不起 你跟上帝没有来电 没有接地气 对 好 请问你什么时候开始 跟上帝接触 你什么时候碰到的困难 开始跟上帝沟通 哇 那个是我二十几岁 我其实六岁 我的上帝给我的恩典 就是从六岁 我开始坐到钢琴上面 就会弹 我你是天才 对 一般人叫神仇 六岁就会弹琴 对 没有教 没有教 完全不知道 无师之中 坐上去 听了歌 坐上去就能弹 所以你的音感非常敏锐 应该是这样说 OK 继续 然后家人就让我去学钢琴 然后我就连续得了三年的钢琴冠军 然后孤胀开了卡拉OK 然后我就叫我去弹琴 站在卡拉OK弹琴 那时候大概多大 六岁 哇塞 六七岁 OK 然后弹琴加唱歌就开始铸唱了 六岁就铸唱 对 然后就每天晚上就会有很多的小费 我就因为这样我就不想念书了 因为我觉得说我长大一定是 我长大一定是巨星嘛 我这么是这么想 天王巨星 所以我从小 一年级到六年级 每一年都是歌唱冠军 钢琴冠军 因为导致我变成一个非常 越来越骄傲的歌星 我还欺负弟弟 我还曾经有过弟弟在我的旁边 玩玩具 我用火烧他 然后晚上睡觉 我把他头去撞保险箱 然后我家里有猫 我还用热水 哇真的大家不能学 那个是 哥哥真的是做太多的坏事 我像是很悔改 这个 哥哥欺负我 我就骂我哥哥 打气小 死得着 哈哈哈哈 我十个兄弟姐妹 我第九个 所以旧衣服我穿 旧玩具我玩 真的啊 我从小充满了恨 真的 我不是 我是恩典很多 对对对 然后我爸爸每一场歌唱比赛 都不管是坐飞机坐船 他永远陪在我旁边 你有好爸爸 我每一件绣服 一身上弹琴的西装 每一件都是我妈妈用一针一线 他自己做 自己做的 OK 所以到最后其实要当巨星这件事情 不只是我自己 我觉得是家人的使命 对 所以到最后我来台湾 我用尽了心思在马来西亚 比进真的是叫做白场的比赛 歌唱比赛 希望建筑歌唱比赛 让台湾的音乐人看到我 对 但是每一场比赛 得了冠军之后 都不会有任何的成功的消息 就是说我要帮你们 帮你发片 都没有 所以我常常夜来冷静就在说 神啊你给我这些才华 为什么你都不让我成功 近时今日你问我 我真的挺清楚的 我知道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自恩给谦卑的人 但是当年我永远都搞不清楚 我就觉得我的才华洋溢 为什么永远都不会出头 你到底什么 你要整我整到什么时候 我常常每一次 隔一天要总决赛的时候 我前一天我一定会祷告 我就会说神啊 你要跟我拿个冠军好吗 你要我拿个冠军 隔一天拿完冠军之后 我总会跟他说 你就先休息 这个冠军是我拿的 所以到最后我记得 我来台湾很骄傲的 很意义 大哥 什么时候几岁来台湾 我那时候19岁 OK 我第一天来到西门 我就住在西门町 然后就跟唱片公司的人吃饭 我就很开心了 我录的专辑拿给他 他们一听了 他们说我们没有要做这个专辑 我们想要做日本演歌专辑 那时候我 因为日本演歌 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不是受日本教育的 所以我们对日本的文化 不是那么熟 完全不了解 我说我没有办法发 结果他就说 那我们就只要发这个 那我们你不想做 那我们也没办法 隔一天 他就不理我了 然后我就真的就在西门町 但是我不敢回去 我不甘心回去 也没有面子回去 没有面子回去 因为我十几年来 爸爸妈妈栽培我 要来台湾 真的是比进歌唱比赛 用相近十几年的时间 我才找到了机会来台湾 所以我不甘愿 我就在西门町流浪 刚开始就是从 还有吃一万块的手上 八千付房租剩两千 没几天就吃光了 然后就最后连吐司 连发霉的吐司也要吃 然后连吐司发霉只能吃两口 你还不能吃太多 吃太多你就把它吃光了 你就死掉 所以我在西门町 几乎三个月就没饭吃 就在那边每天跟流浪汉一样 就在路上 找到地方窝了就睡 到最后有一个人收留了我 他说我帮你做唱片好了 有个人收留了我 我就到他唱片公司 他就叫我睡在他唱片公司 但是他的唱片公司已经破产了 结果他就到处去借钱 我不知道 我就在那个唱片公司每天写歌 但是有很多大楼 有很多阿姨就会过来说 小朋友你怎么在那边写歌 他看到我三个月没吃饭 所以变我黄气瘦 他就带我去吃饭 买衣服给我穿 带我去他家里睡觉 因为觉得睡在那办公室太冷了 那时候台湾20年前冬天是很冷的 结果那个老板就看到那个阿姨 很照顾着孩子 他就去跟这个阿姨借了两百万 然后就开始做唱片了 但是他欠太多钱了 到最后他就把两百万 也连人贷两百万就走了 我就那样专辑 就无疾而终 结果那样专辑就 独立发片到市场上没人听 然后我就忧郁症很严重 我就每一天在房间里面点一根蜡烛 然后不辞不合想把自己弄死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快死的时候 我听到一个上帝的声音说 你要出去 我就出去 他说要去哪里 他说你去坐公车 我就去上了公车 我就坐着公车沿路 然后我心里突然间就想吃一种食物叫做木树鸭卷 木树鸭 有点像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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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到处看大力油 突然间看到一滩油 我就冲下去 但我一买那个木树鸭卷 要吃的时候 我听到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 耶稣永远爱你 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 我的那个木树鸭卷 谭就在那个新店行道会的门口 OK 老谭 三明路 三明路 OK 就在那个门口 这个他们的牧师张茂松 对 说的老 是你老朋友 那所有的童工就看到 哎哟 一个小朋友 怎么面黄祭寿在我门口 当然童工一定是去拥抱我 然后把我带到二楼 但是我已经完全没有体力 我就整个人晕倒在那个二楼 但是我那时候我感觉神说 回家了 不要怕 回到树林的家 我与你同在 我就不断的在那个二楼 窝在那个角落 然后不断的流泪 然后听着他们吃班唱歌 然后张茂松牧师就讲道 结果那个玉兰姐 有个玉兰姐妹就带我到边上 然后就带我敬拜啊 然后祝日 结束了她就带我回家 一个玉兰姐妹 那时候她是金店的组长 小组的组长 他们教会有小组 对 然后她跟我说 她爸爸曾经是赌徒 姐姐是 妹妹是酒店上班 然后她婚姻破裂 然后她一家就好像活在地狱一样 结果她被神用 神呼召她 她也成为了传道人 结果一家信主全家得救 然后她家里本来很多书 她全卖了 她说她不再需要看书 她已经很爱看书 她到最后觉得说她再看一本书就够了 就叫《圣经》 然后她就开 那时候我当年是二十三岁 我从来没念过圣经 然后她就开 三代基督也不读圣经 我从来没念过圣经 然后她打开诗篇喂养我 用诗篇的力量 大卫的诗篇 大卫的诗篇 对 然后喂养我 那时候我就从那个诗篇里面 得着了一种能力 越来越 不管是肉体或者是我的灵 我就觉得越来越饱足 越来越得着了能力 上帝好了 我慢慢健康回来之后 她就安排我到 中校东路的一个餐厅 叫做祖福之殿去唱歌 那个餐厅以前出了很多巨星 动力火车 500 黄小虎 李慎杰 小黄其他在那边唱 但是我当年的情况很差 你刚刚听过我都没吃饭 手上台一唱歌就是走音 但那个老板是说 听说她是歌手 挺可怜 给她唱 但是经理说她这样唱会影响生意 老板说没有关系 给她唱没有人的时段 就是过了十一点半之后 然后明天要上班上课 真的有一些时段是比较美人 我就在那边慢慢 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感动 就是说我知道我一定是太骄傲 我才会从一个这么充满爱的家庭 你也全身都是才艺 到最后却是沦落街头当乞丐 然后一蹶不振 还差一点死在路边 我就说我不要再骄傲 我就从一首歌一首歌慢慢的学 什么叫做唱歌 什么叫做音乐 一首歌一首歌学 然后从一个人 真的是从一个人 那个餐厅一个人 一对情侣 唱到我的时段 你有四年的时间 到最后就 我的时段就有很多人来听我唱歌 然后一回音乐老师就来找我 他跟我说 你要在那边唱一辈子吗 我说可以啊 我可以在这边唱一辈子 他说你离乡背井 离开父母 来到台湾 就是为了在这个小餐厅 唱一辈子 这不可以的 其实我不想出去那个外面 是因为我已经受伤了 我觉得我每天晚上 有一百人在这里听我唱歌 我就够充足了 我就不想再出这个门 就是不想再受伤 然后我说我能去哪里 他说不管你往后的生命 要不要继续唱歌 你要出去再经历 更多不一样的经历 生命是很精彩的 我就打开那个门 就去参加歌唱比赛 然后我就去参加了 超级好象 但是其实我在参加比赛之前 我做了很大的 勇气的调试 因为歌唱比赛对我来讲 最后留下了恐惧 因为我是几百场 歌唱比赛的冠军 但是我怎么比 我都没有成名过 所以比赛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 所以那时候他要叫我去比星光大道 台湾的超级偶像 我第一时间是不敢不肯比的 因为我觉得比赛对我来讲没有用 到最后我还是去比了 然后也让台湾的观众看见了我 爱诚 超级偶像拿到冠军 接下来呢 但是在那个歌唱比赛里面 我又再次回到了 因为到最后比到快递一名的时候 我又再次回到了靠自己 我又没有祷告了 我又没有谦卑了 我又回到那种 你把上帝当作工具 又摆了 需要的时候把他叫来用一用 我好像又成名了 不用的时候把他丢掉 对 感觉我又成名了 我又把它摆在一边 我又开始用我自己的能力 以为自己能成为什么 张学友的接班人 或富城接班人 真的 就还跳到一生都是病 然后每天都吞泪固醇 抗生素 止痛药 消炎药 我记得总决赛 我吞了六十几颗 泪固醇 抗生素 止痛 因为我身体都痛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是一直吞药 我希望 我就算拿了冠军 死在舞台 我觉得也是值得 但是又靠着我自己拿了冠军 到最后拿了冠军之后 我有三个月躺在床上 动也不能动 因为我很痛苦 而且那个冠军对我来讲 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时我真的是觉得生不如死 但是当我的身体慢慢慢慢恢复回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现在我是台湾选秀的冠军 我应该要跟什么肖敬腾 杨忠伟一起来 要扬名立万 然后我就发了一张专辑 叫做万人迷 完全没有人听 万人迷没有人迷 那张专辑 到目前为止 我每次问很多歌迷 他们从来没听过 我那时候绝望的不是我的专辑没人听 我怕我又回到那个重度的忧郁里头 我又怕我死在里头 所以我说跟上帝说 我不要了 我不唱了 我这次自己说不唱 我说我做别的 上帝很疼我 一通电话 我们有一部军教片 你要来演吗 我们叫新兵日记 我听到 他说要剃头 因为有点偶像爆 有关系吗 剃头了不起像我 对不起 还可以长出来 然后我就进去演 但是唱歌跟演戏 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第一场戏 我记得从12点拍到天亮 我NG五十几次 导演说 你自己来看 你到底怎么会这么NG 我说我第一次演戏不懂 他说如果你觉得OK 那我们就回饭店休息好了 我那天真的是觉得想要离开成功里 因为我觉得很丢脸 就有一个演员 隔一天就来跟我说 我听说了 你NG了五十几次 我来帮你 我说你要怎么帮我 他说你喝一点酒 喝一点酒 壮胆 我说我从小 我从六岁接触音乐之后 我承认我永远是歌手 我一滴酒 我连那种气泡酒 一趴酒精了 我都不喝 他说你喝一点 你是不是艺术家 我心里想一想 我好像是艺术家 你艺术家 是要为艺术牺牲的 我听了有点道理 我就从威士忌 一点 两点 半杯 一杯 半瓶 一瓶 我超级偶像拿了一百万 我有四五十万 真的就最后一连半 喝威士忌喝光 因为酒很贵的 就这样一直喝 一直喝 大货 喝到我每天 但是大家都说 你演技越来越好 新明日记的肖德记 你越演越传神 我心里想说 原来酒精能够 让我变营地 我就照最后 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只要上戏前 我一定就是躲在某处 就把它喝的 有感觉我就去上戏 然后越演就越烈 但是我心里 我就知道说 我现在好像在地狱 因为喝酒这个事情 不是我在做的 因为我从来 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用着喝酒去演好戏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不得了 一定会出事 我心里觉得一定会出事 真的过不久的将来 我就被鬼附了 非常严重 那一天 六度的天气 冰水 大家要匍匐前进 都不敢 那些陆战队的 都不敢 但是太冰了 我扑下去就爬了 我一点冷都没有感觉 然后那个肝 我一年都爬不上去 我叮叮叮叮爬上去 导演说 你一年爬不上去 怎么今天爬得上去 被鬼附会得到超人 超人的能力 对 然后一群的人就跟导演说 他好像被鬼附 你快点 导演就写剧本 让你先休息 我回到 我记得我回到华士 要录影的时候 我还在华士起当 在华士奔跑 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 不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 还把我抓到行天宫 去拜拜 把烧 喝浮水 他是想赶鬼 讲赶鬼 完全没用 我就送到回家 那天晚上 我真的就是躺在客厅 就是两个字 三个字 快死了 这个 讲到鬼 我稍微讲一点 我们原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等到我信主以后 信了耶稣以后 我读了圣经才发现 我在没有信耶稣以前 你在没有信耶稣以前 我们里面都有鬼 你看抽烟的人叫什么鬼 烟鬼 赌博的叫什么鬼 赌鬼 喝酒的叫什么鬼 酒鬼 喜欢女色的叫什么鬼 色鬼 贪心的叫什么鬼 贪心鬼 贪财 贪名 贪力 贪权 都是鬼 都是贪鬼 嫉妒 嫉妒鬼 嫉妒鬼 恨鬼 怨恨鬼 这个鬼呢 我们不知道 没有感觉 为什么 他是隐性的 他在我们内心的最深 我刚刚是骄傲鬼 骄傲鬼 还有自卑鬼 很多 怨天鬼 牛人鬼 很多 怎么来的 生来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鬼就进到亚当夏娃的里面 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代 我们就有亚当夏娃的DNA 我讲DNA就懂了 我们有亚当夏娃犯罪的基因 鬼的基因 所以我们天生喜欢犯罪 你看 孔子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果 知过能改 山莫大焉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本性难以 王阳明说 山中的贼很容易除 心中的贼很难除 美国有个总统叫Kennedy 他说外太空我们可以征服 内太空我们没有办法征服 人在江湖怎么样 身不有机 这个鬼 这个力量 在我们的里面 是 把我们向下拉 可是我没有感觉 为什么 我们现在是不是活在地心引力的里面 对 可是你有没有感觉地心引力 没有 因为你每天在里活 什么时候的关节 我们到楼树 不以为然了 习惯才知道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 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有鬼 有的明显 像你 Kedown Kedown 在核心里面都 都觉得一点都不冷 对 然后力气特别大 力气超然 然后控制不住自己 我就胡说八道 对 我们现在嘴巴控制不了 我们是一年控制不了 我们脚也控制不了 你看那些吸毒的人 他在监狱里 他告诉我 他在监狱里 后悔莫及 我再也不要吸毒了 我要戒毒 让我请家当餐 这个过人王 脚刚踩出去监狱的门 头一个念头 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有毒品 真的 瘾 我们懂个瘾吗 瘾瘾 酒瘾 独瘾 独瘾 这个瘾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戒 没有能力戒 那怎么办呢 感谢主 基督教讲什么 基督教讲 上帝爱我们 这个你知道 甚至把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降生 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复活 他的死 打败了魔鬼 希伯来书说 借着死 败坏了 张死权的魔鬼 第二 他从死里复活 我们如果信他 我们就从神 得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生命 胜过鬼 胜过旧的肉体 自私 嫉妒 仇恨 冷漠 所以只有神来的力量 我们才能戒掉这些 所以 我什么时候 鬼出去的呢 耶稣一进来 鬼出去 因为邪不胜正 对 古话就一句 邪永远不能胜正 我们就从黑暗变什么 光明 我们就从魔鬼的儿女 变成神的儿女 我就是二十岁时候信主的 我怎么会信主 我跟你不太一样 我从小不是天才 我六岁不会坐在钢琴前面 我从小 怨恨 因为我爸爸在 我生起来 我八岁的时候 我就再也没看到我爸爸 他被共产党关起来 关了十几年 我妈妈就带了我们兄弟姐妹来台湾 别人的爸爸来台湾 我爸爸同班同学 我爸爸是黄埔第一期的 前十名毕业的 来到台湾都做总司令参谋总长 我爸爸变成共产党的战犯 国民党因为我爸爸没有自杀 叫我爸爸叫犯逸 猪八戒照镜子怎么样 两边不是 两边不是 我从小自卑怨天尤人 初中到高中读了七年 留级一年 补考五年 你怨恨不想读书 不想做人 我怨天尤人 为什么别人有爸爸 我看不到爸爸 为什么别人到了台湾 做参谋总长 我爸爸在那边做犯人 那结果你怎么办呢 人的尽头 上帝的起头 Amen 怎么回事呢 我高中三年 高中一年级 被学校借两大锅两小锅 训道主通知我的妈妈 再借一个小锅就开除 哇 这么严重 我初中比你厉害 我初中就在床底下放 Brandy Whiskey 自己喝 因为我爸爸喜欢喝 我要知道 我要让大家知道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怎么认同 他喝我也喝 他吃狗肉 我爸爸广东人 吃狗肉 我从小也吃 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 是 你要效仿他 他是我爸爸 你心里还是尊敬他的 当然 黄埔第一期的名讲 你只是觉得 你看不到他怨恨 但是你是尊敬他 我有一个黄埔第一期毕业的爸爸 我的祖先叫范宗妍 我记得喝酒 醒来就喝一口 借酒交愁 酒入愁场愁更愁 后面的请安静 我们尊重整个聚会的次序 如果你需要离开 请静静的离开 Avis Presley Po Anka Johnny Messer Kinko Conte Francis Francassi Natra 全部唱 哇 打麻将自摸一条龙 双龙宝 我打篮球 打到士大夫中的校队 我一点都不快乐 酒色 财气 样样来都没有 我没有色 你没有色 我只有初中 就开始买黄色照片来 那时候你没来台湾 全台湾 北市 黄色照片的集中地 就在你的家 北门远环 真的 真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一个同学是基督徒 把我带到教堂 快要沉沦了 我考完了大学 要去当兵 因为一定考不去大学 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听听看 也对啊 没有听过叫听听看 没有唱过叫唱唱看 对不对 没有喝过的叫喝喝看 没有吃过的吃吃看 没有信过耶稣叫信看看 那天晚上我去教会 寇事员讲道 他说上帝爱你 哎呀 妈妈不爱 哥哥不爱 姐姐不爱 老师不爱 同学不爱 上帝爱 上帝的儿子为你死了 他说如果你打开心 接受他 你生命可以改变 你可以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句话我听进去了 哇 有可能变成新造的人 你一生受用 1960年9月30号 晚上9点钟 你受洗 我做一个祷告 这辈子第一次 你怎么祷告 还记得吗 主耶稣啊 我打开我的心 请你进到我的心里 我承认我的罪 请你让我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那天晚上 我9点钟做祷告 9点半 我就感觉他住在我的心里 因为这位耶稣是活的 阿们 你只要敢祷告 你只要敢让他住在你心里 他早就在我们的心外 等我们 启示录第三章 看啊 我在门外扣门 我小学就去过教会 干什么 拿圣诞卡片 为什么 那个时候 美国人啊 美国的教会 是拿礼物的意思吗 拿礼物 圣诞卡片 美国人已经用过了 可是很漂亮 去一个礼拜就上卓学 配拿一张卡片回去 你只有这个目的 只有这个目的 而且 有一天 初中的时候 去打鸟 没有鸟可以打 用猎枪打路灯 打路灯把灯泡打破 第二天 再去打 门口出了老太太 小弟 这个灯是不是你打的 不是 你要信耶稣啊 我才不信 信耶稣不能打灯 但是我听过耶稣 你也很疲 我疲啊 你有像我这样欺负弟弟 用火烧弟弟吗 我 只有我一个弟弟 我没有 我没有啊 我都被我哥哥欺负 哥哥欺负你 那天我信了耶稣 以后我就参加教会 我做了两件事 对我一辈子的帮助 第一 我每天读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就是好的剧本 你照着他化作 你就蒙福 第二 我每天祷告 祷告像什么 充电 我手机每天用 我每天充电 用不完 我现在老传道 我每天两个钟头祷告 我需要神的能力 我需要神的智慧 我需要神的帮助 我需要神的医治 我需要神的爱 在你身上看见神的信心 感谢上帝 我信主五十九年 好处讲不完 一生都是神机 你看我们介绍别人手机 如果你从来不用手机 我怎么介绍 我把手机的好处告诉 对 打电话 通Line 通WeChat 是 Facetime 台北等公车 今天天气 失踪 手电筒 指南针 计算机 对吧 我甚至在台湾 我现在一按 我就知道我儿子在美国 什么地方 是 我们也告诉别人 我们今天 我为什么主持个 范大林会客室 我要告诉 我要告诉 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认识神 有多大的好处 福音上帝 透过耶稣改变我们 是 五十九年了 你说也许 年轻一时冲动 我五十九年了 我的 感谢上帝 你让上帝使用了六十年 我用被上帝将近用了五十九年 我倒数第一名考取成大 我前三名离开成大 当前成大有三千个学生 上帝给我智慧 哇 老实说不用考大学了 没有希望 我是台湾最大顾问公司 十大建设 我们做了八个 我是从创办的元老 哇 我做到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行政院长 叫孙宇璇 我是他的纪要秘书 上帝做导演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得精彩 阿们 你出来 你本来是一个没有才华的 到最后上帝给你一堆的才华 老师 老师 说不用考大学了 哇 去当兵吧 我哪里有才华 我最多是我会打篮球 那是我的天分 可是我心里耶稣他给我恩赐 感谢主 2016年 我为一个植物人祷告 六个礼拜以后 这个植物人的先生 去医院看他的太太 该不会动了吧 不植物人躺在病 不能动嘛 结果发现 病房的灯关了 病床空了 我请问你他想什么 走了 走了 他太太站在他后面拍拍 他说我在这里 天哪 租人醒了 现在我手机里有他的资料 上帝的神迹 2014年 我在巴德路马路上 有一个老兄跑来找我 范长老 可不可以为我做一个祷告 我当然可以 我是长老 是 有什么事 脑瘤 第二 你看 华南银行旁边 几排的平的地 我的 20年了 老房子没有办法都更 你知道台北都更很困难 是 你可不可以为我两件事祷告 脑流得一致 都更成功 大人可以啊 2014年 2016年 在一个婚礼 碰到他 哎 怎么样 他说 范长老 你记得我吗 我说记得 怎么样 脑流好了 都更成功了 常常发生这种事 哇 上帝给我们这些人 经验 他超自然的能力 病得医治 生命改变 吸毒的 先去帮人家戒毒 感谢赞美主 我2006年 红皮症 医生说没有办法治 半年以后 我完全好了 上帝的医治 感谢主 以前我没有爱治 爱自己 对不对 人不为己 怎么样 天足地面 各家至少门前选 对 修管他家 瓦上双 我现在有上帝的爱 我去爱别人 上帝就不断给你爱 结果是 人家也更 不断地给我爱 因为你有给人的 人就给你的 给你 就是古话 我2012年 圣衰竭 有一个牧师 打电话给我 范长老 我愿意给一个圣给你 如果你需要的话 哇 我心里流了眼泪 我就跟我儿子开玩笑 我说 弟弟啊 爸爸如果需要圣 你给不给 别人给哦 你知道我儿子说什么 你找妹妹要 你懂不懂我意思 就说妹妹比较年轻 你不要找我 当然开玩笑 我某女儿 她说你问你 这是怎样 我信耶稣 有了神的爱 结果是我去爱人 爱人的结果 教会 弟兄你们 把我当什么 当家人 你当年去 心殿行道会 人家接待你 为什么 你是神的儿女 对 其实当下 你想想 他们根本跟你 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何必 陪你 他们何必陪你 给你 吃喝 陪你 我圣衰竭 他们说愿意捐胜给我 到医院来 看我 为我祷告人 多得不得了 感谢 对啊 我十个兄弟 也没算多了吧 对 很多了吧 对 温哥华县 有六个家庭 跟我讲 你随时来 我招待你 四海之内 便是兄弟 世界好多城市 参加了欢迎来 随时招待你 基督的爱 爱可以改变 世界的一切的问题 对 一切的解答 鬼出去了 耶稣进来了 对 然后每天 打开水龙头 他更多住在我们里面 阿们 但是要不要小心 要小心 因为从我们 谢耶稣以后 魔鬼千方百计 想把你绊倒 那我们把我们拉回去 所以教会里面 有一些人跌倒 有一些人失败 我必须承认 是 我自己现在很小心 很小心 越老越危险 我一个朋友 打个电话给我说 范哥 他叫我范哥 保险公司什么都保 就是晚节不保 晚节不保最危险 最危险 所以我现在如临身约 叫做前功尽弃 对不对 前功尽弃 所以我每天好好祷告 两个钟头 圣经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尽量去服事 感谢 24小时 手机不关机 忙得不得了 快不快乐 快乐 很快乐 越忙越快乐 因为都在做神的爱 然后神就不断充满你 而且上帝的供应 我一点退休金 我也没有18% 我也不是公务员 是 2020年退休到现在 我们给人 上帝就给我们更多 永远够用 永远没缺乏过 衣服穿不完 食物吃不完 钱用不完 只有头发也掉不完 你头发没有掉不完 已经快掉完了 还没有 还没有 我最近还找出 其实还有得掉 还有得掉 真的 对啊 像我这么皮的孩子 真的那时候 我刚刚说 我就是快点 差点死在客厅 我的心脏就快停了 然后那时候我想 我马来西亚父母 也在马来西亚 没有人救得了我 我这时候想到 我从小到大 最幸靠的阿拉丁神灯 耶稣救我 圣经上说一句话 我打岔 求告主民的救必得救 我就说 耶稣救我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就说耶稣救我 我的床 半夜两点半 因为我要看 我是什么时候死的 我的床就慢慢亮起来 就一个声音 很严厉 很有爱 很公义 他说 你都是到这个时候 才找我 我不救你 那天我真的就差点 从13楼跳下去 因为我又跪又在 又低下又活发 我打个唱 等下你讲 魔鬼常常在人的耳朵旁边 在他最灰心的时候 跟他讲 你没有希望 你去死吧 这种时候 千万不要听这种声音 你讲 对 然后我说 神啊 我说你救我 我要把我接下来的生命 我不喝酒 不乱来 不唱歌演戏 我什么都不要 我把才华也还给你 我说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每一天 就活在你的爱里面 然后我要把命给你 他说 你一篇圣经都没看过 我真的是一篇圣经都没看过 我那年29岁了已经 我冲到房间打开圣经 我妈给了一本圣经 13年 我放在床柜上 我连眼睛瞄都没瞄过 我妈每天说要唱 念一段圣经 然后唱个诗歌 在睡觉 我从来没理过 13年 我把它拿下来 灰尘厚道 无法相信 我一打开 从创世纪开始看 我那天晚上 我看着我的心脏 本来要挺了 没挺 我的手开始在发亮 我那时候没喝酒了 我就眼泪就 就像水龙头 这样不断地流 不断地流 不断地流 到最后 我不是说 神啊 我没有死 真的是感谢出错 我是感恩说 为什么我坏了30年 我向你呼求 你救我 你还是救我 你为什么不出来说 你坏了30年 你早该死 圣经上说 他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你知道吗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蟬的灯火 他不催灭 上帝 永远地爱 爱我们 继续讲 然后我就听了那首歌 这世界 有个千年 不变道理 那就是 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的困苦 愁烦 能使我们 与神的爱 割绝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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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情告诉我 我从那一刻知道 我所有的一切一切一切都是神给的 然后我要过着感恩的生命 但是真的 人真的是很背拟的 过不久的将来 上帝给我一个美国制作人 要带我去当中国大陆发片 但是我那时候已经 把自己吃到破百公斤 因为我最后有一点钱了 我就觉得我以前当乞丐 贪吃 我现在有钱了 我每天吃 我每天中午吃50盎司牛肉 我晚上要吃四只鸡腿 我每天都这样吃 我从60公斤吃到93公斤 全世界的人说 你不能这样吃 你会死 我说我一定要这样吃 你看那些美国的男高音 都拥有这样子的音箱 我真的差一点吃死在家里 然后我也无法去当我的歌手 因为我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我已经胖成这样子 我连电视都上不了 然后我有一个女朋友 叫王瞳 又是一个女明星 然后她家人就嫌弃我说 你是一个流浪歌手 但是我到最后 其实我也不改变我的个性 我就跟他们的关系破裂 我跟家人的关系破裂 我的工作走不下去 然后我自己还每天自怨自爱的 还把那些植物吃到自己破百公斤 我还在主日上面跟神对抗说 你再不让我成功 你就让我下地狱好了 这个在两年半前 结果他们一个 上帝很怜悯我 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都跟我说 孩子 你要去哪里 我说你不要管我 他说你能去哪里 对啊 你要去哪里 你能去哪里 这句话其实超重 但是我还是不听 一个月每天说就这两句 结果 我有一天晚上吃饭 我的眼泪直接流到便当 他摸我的头 他说孩子不要怕 发生任何事 我必永远与你同在 我必与你同在 隔一天 我的灵就到了阴间 不断地折磨 不断地折磨 魔鬼说你不会再有机会 你的终点就是 永远不会结束的结束 就是你的结束 我的肉体就在家里 到医院 到教会 一百多个弟兄姊妹 十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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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时段地照顾我 因为我只要有稍微 两秒钟你没看见我 我就死了 因为魔鬼时刻就说 快去死 但是你不去死 我也告诉你 这些照顾你的基督徒 都是鬼 你要嘛杀光他们 你要嘛去死 我就在地上像蛇一样 这样爬 我踢人家的脚 我踢断自己的腿 我全身的筋喊 我眼睛全破 然后魔鬼就跟我说 你不会再有机会 你再怎么做都没有机会 因为你不会再结束了 你永远就在这个恐惧 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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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惧不断 永远的无止境的恐惧 直到永永远远 不会再结束了 我当下不知道说 到底这是真还是假 还是彩白的 我当然不可能觉得彩白 因为太真实 所以我的肉体就在教会 就上演那部美国大法师 像鬼片一样 就这样跑 半个月 神完全没有跟我说半句话 我坐着轮椅脚踢断了 我到了辞职家面前 魔鬼说 这就是两千年前的笑话 你的耶稣 快去撞 撞死你自己 我就撞 冲到辞职家面前 我就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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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快死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撞上去 快死的时候 耶稣说 停下来 跟我悔改 我就抓到十字架 我就跪下来 我就痛哭流泪 把我所有最不堪 最窝措 最肮脏的事情 全部在神的面前悔改 那一刻之后 魔鬼完全不能再碰我 结果 我的灵就回到婴儿 我吃饭 尿尿 喝水 走路都要人教 我爸爸妈妈是谁 我都忘记 我叫蔡爱诚 我也忘记 时时刻奇妙的来了 我就 做到 我就爬 我用爬的 因为我脚拳 就没办法走路 我就爬到钢琴前面 我的手指 一按到钢琴 我还会弹 天父说 这是我六岁就给你的恩赐 我永远都不会收走 他把我所有的东西 全部拔除拆毁了之后 他根深蒂鼓地告诉我 这个是我给你的孩子 因为我就是因为 觉得自己是音乐天才 所以我才跟他拼到地狱去 到最后他告诉我 我爱你 我给你舞台 你不要生命 孩子可以吗 我说爸爸 对不起 不可以 他说你的骄傲 把我和你 永远隔绝 我那一刻非常羞愧 我非常地丢脸 我说爸爸 你可不可以把恩赐 这个全部收回去 但是其实我内心 居然还有一点悖逆的 是认为说 你能够收走吗 当然能够 我那时候 居然还有这种悖逆 我的手 在按到钢琴上面 我就一直弹 弹着弹着我的右手 跟脑子玩 就开始不能弹了 停下来剩左手 我还激励地弹 我流着累地不断地弹 因为我不相信弹的手走 到最后我当下 我的脑子跟我的手 因为我是没有学过钢琴的 我是靠着一种来电弹的 到最后那个电完全消失 我就把手放下来 我那一刻 我完全跟钢琴 完全没有关系 我就那一刻 我完全知道说 原来我的生命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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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一切 就算我现在当下的任何的一口呼吸 都属于他的 当然 原来我白忙一场 原来我以前 以为自己能成为什么天王巨星的那个人 那个爱诚 白忙了一场 我不断地哭 我不断地哭 他说孩子 我没有 不用你成为大明星 大巨星 你只要乖乖 做我的孩子就够 当然 从那个开始 回来了之后 大家叫我减肥 我很不费摧尾之力 正正常常地吃饭 我就瘦了 上帝叫我做生意去开店 我不会开店 我不会做餐厅 我也不懂做生意 但是我的餐厅就赚钱 一间一间地开 然后他叫我写诗歌 每一首诗歌都是一分钟进来 我就写了 写完之后 他跟我说这首歌叫《重生》 这首歌叫 《重生》上来的声音 这首歌叫《与神同行》 这首歌叫《教会是我家》 当大家叫我发福音专辑的时候 教会莫名其妙 就发起了募款 然后就募了几百万 现在也就要做福音专辑 然后我到处去做分享 我的声音就越来越好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以前我天天都为了 我以后要成名 要有饭吃而苦恼 现在我什么都不用做 我只要听他的话 真的就 要做你所有的责任 就每天我都觉得我活的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好成这样 只有短短的两年之间 为什么我现在好成这个样子 我无法解释 这是福音的好处 神的大德无法解释 你知道吗 上帝的恩典 随着年日 是增加的 世界上的人是 王小二过年怎么样 一年不如一年 基督徒是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乐上加乐 荣上加荣 只要你听他的话 这是唯一的秘诀 他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每天向他祷告 每天读神的话 照他话做 你明天会更好 我已经信主五十九年 这几年上帝给我的恩典 超过过去五十年 听他的话 永远比明天更好 让他做导演 周润发演了一辈子的电影 只有一部电影 得到最佳奥斯卡 外语尖叫 哪一部 卧虎长龙 为什么 好的导演叫李安 上帝是最好的导演 耶稣是最好的导演 圣经是最好的剧本 不要再回头路了 不要再回到世界 不要再去跟魔鬼留一个空间 留一个 留一个 留一个雨 留一个伤口给他杀 细菌会进去 听他的话 照他话做 感谢赞美主 上帝会赐福你 不要忘记十分之一奉献 这是当纳的 当你纳了十分之一的奉献以后 神会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福于你到 无处可 我从信耶稣到今天 十分之一奉献 妈妈给我的生活费 我第一次的 第一个工作 铁路局 民国57年 一个月800块 那时候 装一个电话多少钱 你猜 一万六 二十个月的薪水 装一个电话 我十分之一奉献 剩720 每个月给我妈妈500 我妈妈每个月给我600 我是啃老族 可是我就奉献 你一定是一奉献 后来我就有一部分十分之三 有一部分百分百 我现在的收入 有一部分百分之十 有一部分百分之三十 有一部分百分之百 我退出了没什么 反正没什么花费 没什么花费 我现在 衣服穿不完 吃不完 恩典用不完 用不完 谢谢主 每早晨都是新的 对神有新的认识 我相信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应该对你非常非常的 他们觉得 如果现在他们有一股热忱 怎么办呢 他们想要 很简单 这个礼物怎么办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去今年的三月 我的儿子在美国 小组一点半开始 谢谢 爸爸你一个旧的手机 不要用了 我送你一个新的 哇 他就在苹果工作 是 哦哇 怎么办 假使说你是我儿子 对不起 你把手机怎么样 送给你 我接受 这个手机就是我的 是 观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 我跟爱诚所信的耶稣 能够把他从 他原来那种情况改变 我把我 上帝把我从这种情况改变 改变得更好 更快乐 更有爱 更有平安 更有能力 更有智慧 更有喜乐 盼望 请你打开你的心 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承认你的罪 他今天 现在 就住在你的里面 你很快的 就会感觉 经验 他活在你的里面 阿们 你会有feel 感谢咱们 你会有感觉 阿们 接下来 我再多说一点 大家尊重聚会的次序 我每天 大概做两件事 这个手机就一直在服务我 王俊生 请你安静 每天充电 每天祷告 他就充电 每天祷告 主要今天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能力给我智慧 我在主持这个会客室以前 我在祷告 主要给我智慧 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 我不知道 我们两个这样对话怎么样 我需要祷告 是 第二 这个手机有些规定 我使用的方法 我照着它做 它的功能就越来越被我用到 圣经怎么说 朋友们 你就怎么做 它是书中之书 它是真理 你照它的话做 神就赐福你 到多久呢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 二十当第六节 耶和华说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要向他们发此爱 一直到千代 千代 我们中国人说什么 永永远 过三世代 其实就是永永远远 永永远远 没有新耶稣 只有人的医治 信的耶稣以后 神的医治 没有新耶稣 人的帮助 信的耶稣以后 神的帮助 没有新耶稣 人的智慧 信耶稣 神的智慧 没有新耶稣 人的口才 信的耶稣呢 神的口才 加上上帝的口才 阿们 你刚才 在没有看节目前说 你说我反应快 对 我不是生来的 上帝给他 是你求告上帝 上帝给他 我求助 因为我有机会传福音 我需要口才 我需要反应 我需要机制 上帝给 他是真善美的源头 阿们 我们求他 我们照他话做 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 阿们 张老你带我们祷告了 是 让所有可慕上帝的 所有观众朋友们 我们两个就是活生生的见证 阿们 我们本来都应该下地狱的 我们里面都有鬼 都有魔鬼 我们被他摆布 人在江湖 生不由己 完全生不由己 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改变了我们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跌倒 有时候还会失败 可是 只要求告他 他就把我们从黑暗中拉起来 所以我现在请求各位观众朋友 好不好 我跟你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说一句 你也说一句 爱诚也陪着说 好吗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真神 你是真神 你为我们的罪 你为我们的罪 降生 受死在十字架上 受死在十字架上 又从十里复活 又从十里复活 今天晚上 我打开我的心 我打开我的心 请耶稣住在我的心里 请耶稣住在我的心里 赦免我一切的罪 赦免我一切的罪 给我新的生命 给我新的生命 赐福我的健康 赐福我的健康 我的家庭 我的婚姻 我的事业 我的事业 以及 我的人际关系 我的人际关系 让我在基督里 让我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每早晨都是新的 每个早晨都是新的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艾成请问 做完这个祷告 耶稣在哪里 耶稣在我们心里 阿们 时刻都在我们心里 直到永远 谢谢各位朋友 上帝赐福你 谢谢 谢谢奉耶稣的名祷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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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